在台湾像独角仙长有鸡角的常见甲虫有三种 除了普遍存在台湾的低海拔山区树林里的独角仙外 还有分布于台湾南部的西角金龟 以及分布于蓝宇地区的鸡独角仙 独角仙熊虫头顶有明显的鸡角因而得名 成虫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山区的树林里 由于喜欢西石树枝 因此每年夏季经常可以发现 它们聚集在这些留有树溢的树干上觅食 西角金龟的外形相当特别 头部上方有一根无分岔的鸡角 前胸背板凹陷 它们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 以屏东地区最为常见 只要仔细观察 椰子树林中翻翻这些枯烂的树干及表土 也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 鸡独角仙 鸡独角仙又名鸡兜虫 仅分布于绿岛台湾南部的兰语地区 属热带性的兜虫 前胸背板明显隆起 背板上至鸡角比头部明显 橙虫主要出现在四到七月之间 橙虫喜欢取食腐烂的水果及树溢 而幼虫则是生活于地底下 以腐植土为食 森林底层有许多腐烂的枯木及落叶 这里也许就是许多独角仙宝宝的家 它们以这些枯木以及腐植土为食 消化分解后可帮助这些养分回到土地里 可以说是生态系营养循环的重要推手 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中 也扮演着初级消费者及分解者的角色 森林幼虫在化蛹前会先蠕动身体 压紧周边的土壤形成椭圆形的蛹式 褪皮后似乎已经具有成虫的雏形 这时已经可以从它们外观的犄角来辨别雌雄 化蛹之后的独角仙 大概要经过十九到二十一天才会羽化 成虫的羽化从蛹的背部裂开 先是头胸部钻出 蛹去蛹壳后的独角仙 赤翘与腹部接近白色 其他部分也是脚浅的红褐色 这个时候它们的外骨骼仍然十分柔软脆弱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颜色才会开始慢慢加深 等身体各部位完全成熟 才会展开它们另一段短暂的生命旅程 今天自然生态的保育日益受到各界的重视 越来越多瀕临绝种的生物受到保护 然而自然保育要从小做起 建立孩子们保育观念 更是保育教育的第一步 今天透过对独角仙的认识